今天是第五次上课 第四次上课的重点 包含有关4回圈 比如说一道题目 1加到99,请你用4回圈来写的话 基本上程式就是 也许你先新增一个sum的变数 预设值等于0,然后4i in range Range很重要,因为Range会帮你产生清单 有点像Excel里面,向下拉的那个感觉 就是一个清单就对了 清单初始值1到99 那你后面要输入到100 然后把它全部加总之后 就会把结果print出来 特别注意是地方程式要该如何写 另外的话如果是基数 1到99的基数 加总有没有什么方法 当然方法我讲了好几种 也许你可以用逻辑判断 如果它能够被 怎么呢 被 这个这个 应该被二整除的话 那就偶数 如果不能被二整除了 所以不等于 就是不等于 不等于0的话 OK如果 用百分比 求于数 那如果能够被整除的 那表示它是偶数 被二整除了OK 如果不行那就基数 所以 透过这种方式的话 我们可以算出那个基偶数 的所谓的加总 那里面当然我前面我云端上面的讲义上面有那个break 跟continue 有没有两个叙述 这个部分的话 当然不见得会用到 不过 至少如果将来用到的话 你可能还是会懂得需要 像break就是 假设你的那个 什么呢 復回圈的范围 可能会超过 你 原来的 比如说 1到1000好了 可是1到99 可是你到99而已 那你可以知道 如果这个条件 如果i大于99 就100的时候 那就把它break break的意思是说呢 跳离这个forward圈 同样的如果你在坏回圈里面的话 也是break 就是坏回圈里面 也会 也可以用break 就是当什么条件发生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break掉 OK 然后 其他的continue continue的话你用比较少 可以跳过啦 OK 然后其他我们还要写一个 所谓的99的码表 这个程式 如何写 写的方法 当然我是建议以后 如果你要写 两个以上的回圈 在一个程序里面的话 你可以先写第1个回圈 通常你可以先写内回圈 再写外回圈 把两个回圈结合在一起 来撰写的话 相较之下 会比较简单 你如果一次要写两个的话 因为我看有些同学功力可能还不太够 但如果你 渐进的写 错误率可能 所以我们是怎么写 H99的表 它总共 会有9列 那你可以什么 先 产生一列 有没有 然后再产生其他列 有没有 产生一列的话呢 关键地方就是这个 后面的这个陈述 我们可以试一个i OK For i in range 1 到10 豆点10 然后呢 他就先帮我把后面这个产生 然后再用1去呈 得到的结果 后面加一个Tab键 这样也可以 后来后面的话再加一个i For i in range 也是1 1到9 然后呢 我们一样可以把底下的全部做出来 最大的关键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说你最后要加个printer 要把他这个地方做一个 换行 OK 换行 那程式部分我这边有写了 上个礼拜的部分 程式虽然不多 但是如果你可以 在 很短的时间就可以把它撰写出来的话 那表示你真的学会了 OK 那这样特别注意 你学程式不是说你会就好了 你还要熟练 尤其像这种forway圈 还要熟练之外一定要正确 OK 所以就是 写的又快 又正确 所以 这恐怕还是需要花一点时间练习 还有 最重要是要掌握一些诀窍 OK 我觉得那个写程式的诀窍也蛮重要的 因为有些人可能写来写去就有点 没有章法吧 那很容易就怎么 一下写这样一下写那样 好像感觉 像我常常有看别人的程式我发现 奇葩这种双重人格嘛 怎么一下写这样一下要写那样 怎么你统一一下吧 为什么你每次写都不太一样 所以 尽量还是有一定固定的写法 OK 所以有固定sop 所以尽量 像我之前讲过的东西 你可以拿当范本 反正 刚开始啦 你就照着那个流程不要做错就好了 那你想说老师那我可不可以很弹性写 那也可以 只是说你很容易写错 因为程式只要有一个字错 有没有 哪怕是 很小的一个错误 我跟你讲 你可能要找那个bug 哇 找半天了 那与其这样 用一种比较安全一点的写法 这是我的心得 写程式 但是真的不能够像 你在用其他的东西 其他的 应用的部分 环属键盘怎么按怎么点 错了没关系 还可以坎错自己 复原一下就好了 但程式不一样 程式就是一定要 完完全全 一个字 都不能错 而且连那个什么 连那个tab的部分 这个缩牌部分 也不能错 也不能放错位置 有没有 放在缩牌里面跟放在缩牌外面 结果 也会大不同 OK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部分 那最后的话 我们有把就是 再演变成 最终的版本 那那个最后版本就是用format 特别注意 有没有 有个i有个j 然后有个i乘追 所以 其实你可以用三个大瓜 我叫format 然后把i追 i乘追 把它丢到那一个format里面去 结果也出来 而且这种写法我觉得 应该目前想到应该是最最最最简单的 而且感觉 最清爽 OK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说你一定要熟悉这个format 的这个这个函数 因为会用format 其实相对起来 诶 就是感觉 很清爽 前面就是 你需要的样板 然后后面就把那个变数丢到那个样板里面去 OK 那这种写法 其实未来还蛮多地方 都会用类似的方法 就是也许什么 你的 像写网页有没有 写网页有时候 网页上面 也是一样 你那个样板 它有个css 另外的话 很多变数 所以要怎么样把css 跟 程式的变数 两边 可以很巧妙的结合得很好 OK 就有类似的写法 就是可以把什么 把那个 就是 程式归程式 然后呢 这个样板归样板 这种写法 其他的话 上个礼拜还要写到 就是 那个三角形的 精简 OK 那精简的方法就是 你可以用一个乘号 也就是说 这个 这个星号 其实本身呢 是可以 被 用乘的方式 把它用乘乘以 乘以几个 乘以几个数字的话 就意思说 我重复几次 OK 然后 我们就可以输出三角形 前面还可以加星号 这个上礼拜讲的 那最后的话有讲到有关 画回圈 特别之后 如果你要把 前面写的范例 改 成画回圈的话 基本上会有三个地方 特别之后 上礼拜讲 如果你拍清楚 可以把影片 再看一下 如果可以把那三个地方 改过 Fore回圈 也可以 全部 通通改成 Fore回圈 没有问题 只是说你会发现 如果之前用Fore回圈 写的 你把它改 你会发现 城市好像变 相对的 冗长一些了 那有哪些地方 要改 我们 其实 我把它重点 去述一下 方法就是 你要给一个 初始值 然后呢 画好后面就 给一个判断 然后最后 必须要加一个什么 I加等于 或I等于I加 你就要帮他累加 并说 原来Fore回圈 他一行的 东西 你就变成要拆成三个 三个地方 那没有办法 如果你用画回圈 好那 今天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来 写一些 实际上 按照我们 回圈所学的 如果我要解决一些问题的话 比如说呢 后面有一题 像植数的判断 植数嘛 各位应该知道吧 植数的定义就是说 除了I 和自己本身以外 不能被 其他的 这个他前面的其他数字 整除的话 那我们称他叫做植数 那如果可以被整除 那就不是植数 比如一 一是植数吗 二 二植数 三也是 四的话就不是了 为什么 四可以被二整除 OK 那五 五也不是 五也是指数 因为他不能被其他 除了一跟五 然后六 也不是 七也是 八不是 九也不是 因此类推 OK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请各位帮我写一个程式 那程式的话 一定要有一个input 那这个input的话 就是类似这样 我先 示范一下 因为各位想想看 这input的话 请输入一个整数好了 OK 请输入一个整数 那我就输入一个整数 那这个整数的话 比如说我输入53 那我希望按enter之后的话 请告诉我 这个53到底是不是直数 诶 程式概括 按enter 是直数 那反之的话 比如我今天输入 输入再输入一个 74好了 OK 74是不是 enter 不是直数 也就是说 有没有什么方式 当然第一个来input input之后 前面不是接到 一定要转型 因为你进来 input进来一定是一个文字 你要转成 数字 也许用eValue 然后eValue的函数 然后转成 比如74 然后他就帮我转成74的数字 那问题来了 我怎么样 去检查 能被其他数整除 那整除的话 各位应该可以想到 一个运算值 有没有 求于数的 百分比有没有 也就是那个数字 跟另外一个数字相除之后 他的结果 如果 等于0的话 表示被整除了 那如果这个状况 等到他跑个回圈 回圈范围的话 1跳过 从2开始 到自己本身的前面一个数字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好像用 发回圈 用坏回圈 其实都可以写得出来 有没有 好像发回圈好像比较OK FOR I IN RANGE 不要从1开始 从2开始 逗点 到他输入那个值74 74的话 就70前面嘛 所以 他就2到74 帮你 除除看 如果除完的结果 假如呢 他都没有被整除的话 那表示 他就是一个值数 反之就不是一个值数 那程式该回圈 所以重点 输入之后 跑个回圈 然后回圈里面呢 就是逻辑判断 判断里面最重要 就是那个运算值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尽量 不要看答案 有没有办法 如果可以 你可以把它顺着写出来的话 那表示你真的已经 已经学到一点东西 以后的话 你要能够 拿Python来处理 你身边的工作 应该会越来越有可能 OK 后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好